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下令优先处理大面积漏水剩余部分也要求远雄得在十月底前改善 但大巨蛋启用至今同样问题不断发生 议员提议交给第三方勘验并要求市府严格审查 刷漏的问题也经过了一年了 还是到现在目前还是没有看到 有比较好的一个改善计划 奉劝奖弯还是尽速赶紧 启动这个审查机制 所以我们之前就已经写请台北市土木技师公会 来协助提供专业的改善建议 纳入在整体运营绩效的考核当中 而且会严格的进行考核 白毅室内球场屋顶却破洞 市长亲自盯进度就盼能把问题根治 否则落下的恐怕不止雨滴 还有市民对大巨蛋的信心 华氏新闻张正成一伟推广报道